那是不是想亲吻 睡得还挺香 长得还真的挺帅的啊 你是不是想亲吻 我 我 我只是看你有没有睡着而已 那你看看 好困呀 你们继续啊 继续 天空 天空 古顿 我做了早饭去吃点 我先不饿不吃呢 你先别看 我帮你看 你去吃点 好 那你看吧 来看看都看出什么了 跟我讲一讲 看不懂 看不懂 给我吧 我不是怕你又困又饿 我现在特别地亢奋 真的 怎么了 是论文找到问题了 恰恰这篇论文写得非常地好 无论是论顶还是数据 无懈可及 而且我的思维会一直顺着 这篇论文的逻辑在走 贺顿 江辉 钱开义 你怎么也在这儿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我是听说了季教授的事情 想过来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能帮我上忙的地方 我们正在研究呢 这是姚恰新的论文 对 你一个学精神医学 这心理学的事情你也可以随便打手 你要是不懂的话就不要说话 不然我显得自己很没有文化的 再说了 前天我跟贺顿一起熬夜的时候 你在哪儿呢 我昨天也跟贺顿熬了一个大夜 看论文 看出什么了 看出什么了 反正就是越来越有默契了 那你们现在有什么进展了吗 进展 这不很明显了 你看看你别闹了 行不行 眼看你别闹了 行不行 嘉辉 这篇论文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这里面是针对模拟实验对象 所采集的数据 可是里面的来访者 他很像就是真实存在的 确实 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生陷进来障碍的案例 而且它里面的这些实验数据 可行对比较高 从我的角度看 这姚可信跟姬教授的矛盾点 是在于这篇论文 姬教授认为这个论文有问题 但是无论从我们 还是其他专家的角度 都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它有问题 所以他们其中 一定有人没有说真话 我突然想明白了 如果这篇论文真的存在问题 那姬教授 在一开始就发现了 姚可信论文的纰漏 那也就是说 姬教授很有可能 知道这篇论文的真实出处 跟问题 或者说 因为某种原因 他没有办法公布于众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我反而不担心了 那姬教授如果知道真相的话 他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他到底有在顾忌什么 这件事情急不得 先吃饭吧 你不是做饭了吗 对 在厨房呢 走吧 一起吃点苗家会 走啊 谦看一眼 走吧 走吧